再來我們開一個新的影像 因為它要求我們這個寬要125 高度要20 所以我們按一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一張圖檔把它放大一點點 按加號就可以放大 加號有沒有 接下來就輸入這個文字 那輸入之前先把字大概18 大概18我覺得差不多啦 標凱體 那字的顏色預設是黑色好了 並且把字打上去 那我剛剛已經打上 舒曼的旅遊 那這地方位置不對的話 把它稍微用挑選工具把它移過來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呢 它要求什麼樣呢 它要求這個字的部分呢 它要求是一個所謂的外框字有沒有 外框字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在那個工具頁上面 會有一個叫做所謂的 這個外框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T 輪廓的地方有沒有 輪廓樣式就是所謂的外框字 按下去就可以 那你會看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麼難看呢 主要是因為它的像素太少了 所以會變得有點像那個鋸齒狀 或者模糊的效果 那是 如果你今天的解析度比較大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產生喔 好了以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分別呢 針對每一個字去做設定顏色的動作 所以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字要什麼顏色 第一個字有沒有 黑色嘛 所有都是0就是黑色 再來第二個字應該是紅色的 因為它RGBD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就設定顏色在這裡 點下去把它設定紅色有沒有 FF0000 再來的話 的是什麼顏色呢 的應該這個地方的話呢 應該是黃色的 黃色的 FF FF00 再來一樣的方式呢 就是 這個應該是綠色的 綠色的 再來這個顏色 這個是什麼顏色呢 這個 不然就直接在這裡打上去 12 1234 1234 這個 旅遊 應該是前面是00 這個顏色 應該是藍色 再來的話呢 就是橡 橡是什麼顏色呢 這應該是藍色的 這個是什麼顏色呢 這個也是什麼顏色呢 最後一個是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直接在這裡輸入 12 有一點調色盤 好了以後的話呢 這個就是第一個圖檔 那第一個圖檔呢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動畫 所以呢我們就先在這個地方 先另存新檔 先存在你的 Web05裡面的這個地方 叫做01好了 那它的這個 顏色 它的圖檔 我們就要用GIF好了 好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有沒有 接下來就是倒過來 這個地方 在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再繼續設定 有沒有 第二種色彩 在2的地方 就變成有沒有 就是FF00FF 所以接下來的話 就變成這個顏色 換到這裡 顏色 黑色換到這裡 紅色換到這裡 就是一直往後推就對了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那分別就存成01到07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或者是匯入都可以了 插入新增影像 兩種方式 那之前我們是用新增影像的方式 我是覺得這個你比較容易做錯 你可以用動畫精靈 動畫精靈的地方呢 記得第一個步驟是125乘上25 記得是這個動畫精靈 然後125乘上20 因為他聽不要求 然後新增 記得喔 新增影像 把剛剛這七張有沒有 選取起來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下一步 秒數是多少 他題目是要求每一秒鐘 換一個 所以呢 這邊應該是多少呢 這邊應該輸入100 一秒鐘 剛好100 或者是你直接在底下 輸入一秒鐘也可以 好 下一步 完成 這樣就好了 好了以後的話 預覽看看 有沒有 就有輪波的效果了 就是剛剛看到的這個 那最後呢 我們就把它另存新檔 一個GIF 檔案名稱要叫什麼呢 在C疊底下的Web05 Web05底下的Images 這張圖檔要叫0508 0508 這張GIF就可以了 按存檔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張圖檔怎麼樣呢 直接從Images裡面 0508在這裡 拖拉到這個地方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預覽看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效果產生了 那並且有背景音樂 好 好